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案件开始前 请大家动作手指 帮老Z频道按个订阅 或加入会员支持我们 十分感谢 思觉失调症 这样的精神病 在台湾并不陌生 根据卫福部网站2002年数据 在台湾的患者将近10万人之多 而每每发生的患者杀人案 都会震撼台湾社会 因为不是获得减刑 甚至无罪判决 不过这一回没那么简单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茂尾女子停车购物 机车竟凭空消失 热心男载女追贼 反而飙上偏僻公募 铁锤杂头欲逞授欲 柔道高手组二刑 性情累犯女士见招 扯幻听法官戳谎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草屯铁锤狼 朱雅赫杀人案 时间回到2013年 10月1日 地点在南投县草屯镇 中山间有一间全联福利中心 这是专门采买生活用品的卖场 一名外貌交好的女子小婷 这天傍晚6点 骑车来着购物 买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 车钥匙还插在车子上面 她从中解完账 赶紧出来查看 车子正如她担心的 已经凭空消失 正想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旁有名男子很热心的跳出来 你的机车被外劳牵走了 我载你去追 小婷一时心慌就跳上机车后座 男子的车速很快 却不断地问她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生小孩 住哪里 小婷东张西望 只想赶快追上偷车贼 随后回答 没结婚 没生小孩 就在附近租房子住 没想到男子听完 突然转向 切入预付路一处暗向内 她警觉到不太对劲 大喊快停车 男子却一路加速 往无人山区冲 而再上去 就是偏僻的 且老山公墓 小婷突然感受到人生危险 轻轻之下决定跳车 高速状态 摔得遍体鳞伤 没想到 她正想忍痛爬起来 往山下逃跑时 那名热心男子 患上了恶魔脸孔 拿出背包里预藏的铁锤 踩到右后脑猛力砸了下去 小婷当场昏迷不醒 正当凶手面无表情 拿出胶带 准备捆绑小婷的时候 一辆自小刻车的灯光 照向了这里 涉嫌信心女子的色狼 正要骑机车离开 被热心路人拦下 双方一阵拉扯 而头部受伤的女子 躺在地上不断痛苦哀嚎 昏乱中 色狼掏出一把枪 对着路人射击 路人相当激紧 立刻躲开 这名热心路人是柔道高手 将色狼手中的BB枪夺下 但最后仍被他逃走 路人眼看女子伤势严重 赶紧打119求救 原来逃走了这名色狼 稍早尾随被害人 偷走他的机车 再向被害人谎称要帮他找车 再到偏远地方企图信心 被害人奋力抵抗 却被色狼以机车大锁猛砸头部 红明星描述当行为女子躺在路中间 他车子开不过去 又看到男生拿出胶带 不像是要救人的样子 问他又说只是朋友跌倒 不用帮忙 恰巧红明星是法院关护人 身高180公分 柔道三段 拿起电话打119先叫救护车 嫌犯却转身牵车就要跑 他上前直接与嫌犯扭打 拔走钥匙 嫌犯不但开枪 还恐吓身上有刀 他研判追入深山会有危险 决定回头查看小婷的伤势 先将他紧急送医 女子的头部因为被机车大锁砸中 送医急救后昏迷指数仍然只有3 情况危急 小婷喊了6次头好痛之后 随即失去了意识 被送往中国医药学院抢救 还紧急动了三次的手术 才保住一命 住了43天才出院 但当脑部受到重创 不但认知工人出现了障碍 判定属于中度失智 右半边的肢体还无法使力 需要专人24小时照护 等于人生全部废了 而这批恶狼叫朱雅赫 由于他行踪不明 警方努力埋伏16天之后 就会在住处将他居提到案 朱姓嫌犯在14年前犯下性侵案 被判刑9年 服刑7年后假释出狱 没想到在2013年 又对无辜女子下手假释出狱后 朱姓嫌犯一犯再犯 被害家属只希望 不要再有其他被害者 警方表示被害人和父亲相依为命 相当的孝顺 而嫌犯多年前就因为性侵假释出狱 两年前才脱掉电子脚疗 这回落网又声称自己有身心障碍 征讯时避重就轻 被警方移送法办 朱姓嫌犯他有妨碍性自主的一个前科 那在12年前也由辩论局来加以侦破 本月初即在9月底 也同样的手法来诱骗女子 姓该两名女子没有受骗 朱雅赫在2001年 决会妨碍性自主案件 遭重判9年有期徒刑 2009年假释出狱 佩戴电子脚疗一年 没想到人管不住下半身 甚至想出偷藏车 再骗人上车 如此恶劣手段 企图随机性侵 只要对方不从 他包包里有手枪 刀子 铁锤 铜军绳 胶带 甚至还有农药 女孩子一旦落在他手上 无法想象 可怜的被害人虽然保住一命 但因为头部遭到铁锤重击 智力行为能力完全的退化 一看到陌生人就有害怕痛哭 我每天变得犹豫 这样子 怎么没有办法照顾啊 怎么把我一面真人 你都把我出去 就没办法出去 你有办法 未婚的被害者原本有份稳定的工作 却遭到二郎丁上生活完全走了样 因为施暴的男子是性侵的假释犯 关了近九年假释后竟然又犯案 家属痛心的说这样的人 怎么能让他重返社会呢 希望说嫌犯司法单位可以给他重重量刑 不要让他再危害到家庭 南投地检署将嫌犯起诉 检察官表示如果让他重返社会 难保他不再重蹈覆辙 请求法官重重量刑 但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被害人变调的人生 希望找不回他原本该有的幸福 检检询问朱雅赫为何挑选小婷犯案 他说我看你漂亮啊想要跟他那个啦 因为他曾被诊断出有情感性精神分裂症 也就是思觉失调 属于中度精神障碍 也有持续反诊 进入法院审理后 朱雅赫开始用精神障碍来抗辩 说他脑筋不知道在想啥 脑子里有幻听很多声音跟他讲话 是第二空间的人叫他这样做 还是阎罗王带着黑白无常 在奈何桥要他带两个女孩 去茄老山的草房做爱 做完就不会有幻听了 但医生鉴定他犯案不止一次 而且相当有计划性 犯案当下与红明星的对谈 还能冷静撒谎并亮腔恐吓逃逸 鉴定他并没有被精神病影响 依审依杀人未遂跟恐吓 判处17年6个月有期徒刑 性侵犯假释出狱后再犯 2013年10月朱姓嫌犯骑乘机车 用铁锤重击女子头部 被害女子躺在地上 幸好被开车经过路人制止 不过却造成女子全身瘫痪 作者轮椅被害女子全身瘫痪 智力只有五岁 生活起居无法自理 必须依靠76岁的母亲帮忙 而朱姓嫌犯一句道歉都没有 让被害者家属回心 只希望司法可以还给被害者家属 一个公正判决 2015年6月24日 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17年半徒刑 双方没有在上诉 全案确定 而当年见义勇为的洪明星 后来成为荣誉关户人协会理事长 这段救人故事经常被提起 他谦虚地说 只是善尽为人的本分 他就是一个 不是很善道的人 才会走这一条路 所以我当下我就直觉 他一定是一个凶险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洪明星没有恰巧经过 小天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 而朱雅赫熟练使用如此诡计 诱骗女子上车 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被害者呢 会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